然后我们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的试图里面的参数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们给大家说这个request request request 它就是 http request类型的对象 这个试图的request 就是httprequest类型的一个实例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里面到底包含什么 那你要注意了 这个request 它就包含着 浏览器请求的一些信息 request request 它包含浏览器 它包含浏览器 请求的信息 ok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啊 我们自己呢 你去做这个 bubb服务器的时候 那么这个application这边 有个参数叫做env 对吧 env里面呢 包含着请求里面的一些信息 对吧 那么其实呢 在将购框架啊 它呢 才去拿到这个env之后 它就把env里面的这些信息呢 把它包含 把它包在了一个request的对象里面 那么之后在我们将购框架里面呢 你要去获取一些请求的信息的时候 你就直接通过这个对象啊 你就通过这个对象 request对象里面的一些属性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请求的信息啊 请求的信息 其实呢 是将购啊 给你做了一层包装啊 做了一层包装 就是把这个env里面的参数 把它呢 保存在了一个request的对象里面啊 在将购里面呢 你为了使用方面 你就直接去使用这个request对象的属性啊 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request啊 那么它里面呢 有很多属性啊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去做一个例子啊 就是做一个登录的案例 那么现在你要考虑一下啊 我要去做这个登录的案例 我要有一个什么 啊 用户名秘嘛 对吧 那么首先我去登录的话 我是不是要先有一个登录的页面 对吧 我们要先有一个登录的页面啊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做啊 首先我们先去显示出这个登录页面 就是当用户呢 他出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就让他显示一个登录的页面啊 那么这个登录的页面的话 你注意啊 这个地址我们说啊 就是他 写个login 对应的视图呢 就是login 这个登录页面呢 显示呢 我们就使用一个login 点intml 这个模板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考虑一下啊 login.intml 这个模板里面 我应该有 我应该怎么去设计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创建这样一个页面啊 输一个login 对吧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登录页面 那么你现在考虑一下 登录页面上 我怎么去设计这个东西 表单对吧 farm 然后farm里面呢 我需要让他输入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对吧 用户名 比如我写一个用户名啊 用户名 这里面应该是一个输入框 input 这个type呢 等于这个text 对吧 起一个名字 name呢 我们记得you的name ok 然后下面呢 我还要让他输入这个密码 来一个密码 然后input 这个type是什么 password对吧 password name呢 我们记得到password password 然后我们再换个行 然后呢 我还要 我这个表单呢 我还要有一个提交的按钮 对吧 input input 这个type呢 我们记得submit 然后呢 value呢 比如我就叫做登录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表单啊 让你输入一个用户名 输入这个密码 然后呢 还有一个登录按钮 那么表单的话 我们说表单 它有它的提交的方式 对吧 那么首先表单提交方式有几种 哪两种 poss和get 对吧 poss和get 那我们 表单的提交方式啊 两种 一种是poss 一种是get 那么现在你就考虑一下 poss和get有什么区别 OK 那么这个啊 get 我们先看get啊 get提交的参数在哪里 对吧 get啊 它提交的参数 在 UIL UIL中啊 那么poss的呢 提交的参数啊 andrew啊 poss提交的参数 在我们的请求 在我们的请求题里面啊 就在我们的请求题里面啊 请求头里面 那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OK 那么这是它两 那么像我们呢 你就要考虑一下什么时候使用get 什么时候使用poss的 这个你就注意啊 如果你的这个数据呢 比较重要的话 你就使用这个poss啊 因为你这个get提交参数 是不是都在这个UIL里面 对吧 假如说你去 你后面站一个人啊 你去登录这个用户密码 假如说是get的话 别人一看就看到了啊 所以这个呢 这个数据啊 就是数据 安全性啊 安全性 那么高的时候啊 要求比较高的时候 你就使用啊 使用我们的poss啊 使用poss啊 OK啊 这它俩 那么这块用户密码呢 我们就要使用这个 poss啊 medit呢 给它设置为poss 然后 后面的表单 对吧 你提交 你要往哪个地址提交呢 它有一个对应的 Action啊 Action的话 就应该有一个 你要提交到哪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做啊 login check啊 就在这个logincheck 对应的视图里面 我们要进行这个 用户名和密码的一个 教验啊 这个呢 我们在这边就先写上一个 先写一个login check OK 好 现在呢 这个页面呢 我们就做完了 做完了之后 我们就给大家显示一下 这个页面啊 显示一下这个页面 我就在这边写一个对应的视图 Define login 写上一个 request啊 它的作用呢 就是显示 登录 页面 我就直接 return random 写上一个request 直接呢 写上我们的 login test 下面呢 这个 login 对吧 这个地址呢 我们说啊 我们也已经写好了 就叫做login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配置 在这边 加上一项 ur login 到量 对应的是我们的vios.login 这里面就是 显示登录 页面 好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页面啊 当我们现在输入这个东西的时候 输入login的时候 它是不是显示这个登录页面 对吧 好 那么 我们给大家说 现在呢 我们使用的是Post提交参数啊 它提交的参数就在这个请求头里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右键 检查 找到这个network啊 然后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输入这个名字 对吧 我输入这个smart 然后我输入这个123 我点击这里面登录啊 登录的话 好 我一点击登录呢 它是不是就访问这个地址 对吧 这个地址 我们现在并没有配置啊 所以它会报这个404 你不要管它 我们主要是看后面的这个login check啊 你点开它之后 找到这个 heiders 然后呢 你往下看request headers 下面看到有没有一个form data 这里面是不是出现了我们书的这个 用户名和密码 对吧 这就是Post提交的参数啊 它就在这个请求头里面 然后呢 我们给他 刚刚给大家说这个 get提交的这个参数呢 它呢 就在这个url地址里面 对吧 比如我改一下 我给他改成这个get啊 我给他改成get 我们给他看一下啊 好 回来刷新一下 重新的输入这个用户名 然后呢 输入这个密码 点击 登录 这个参数是不是就拼在这个问号的后面 对吧 问号后面呢 就是get提交的参数啊 它们之间呢 是以这个and符呢 作为隔开 那么所以我们说 那么你的数据安全性 如果是要求比较高的话 就不要使用这个get进行提交啊 不要使用get进行提交 OK 好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先给大家 去显示一下我们这个登录页面 那么下面你要做的就是呢 一点击这个登录之后 它是不是把参数提交到这个地址 对吧 在这个地址里面 你想一下啊 在这个地址对应的试图安入里面 我们要干嘛 好 判断对吧 判断之前 你怎么去判断这俩数据 提交的数据 你是不是要拿到 对吧 你在这边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logincheck对应的试图呢 它就叫做 它啊 它就叫做这个logincheck啊 就到地方叫做logincheck logincheck啊 就是登录校验的一个试图 这个就是登录校验试图 对吧 在这里面你就分析一下 你要做什么啊 首先 它把用户名和参数给你提交过来了 你就要获取 获取提交的用户名和密码 对吧 有了这俩之后 下面呢 对吧 进行登录的教验 对吧 好 那么等你教验完之后 你最终呢 再给这个浏览器返回一个 应答 对吧 返回一个应答 这是我们给大家分析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OK 对吧 感谢观看